Hello 請問現場有沒有靈界朋友在看我們拍攝呢 有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AP 在YouTube我叫AP人生 平時的人就叫我AP 現在我是一個全職YouTuber 陰陽眼這個問題我曾經懷疑自己會有 但開始靈探之後發現什麼都看不到 這個真是初期 後期其實我不知是否靈探得多 越來越陰 開始真的慢慢掃到一點 我覺得靈體的形態什麼都有 白影也見過 煙也見過 光也見過 小時候的影也見過 但未見過一個 也有實體 但他真實到真的是一個人 但我很肯定不應該有一個人 所以什麼形態都見過 他們經常站在牆邊沒有工作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站在牆邊 可能累 不知為什麼 經常都是這樣 我看到的都是 接觸靈異野其實是由小時候已經開始接觸 因為小時候住的房間 就是整間房間 就是鬧鬼 小時候其實是住在南區的一棟堂樓 那棟堂樓其實就是在墳場附近 可能每晚都會聽到有人走過 然後聽過人說話 就是你感覺到有靈體 總之一定是有看不到的東西 是一間屋走來走去的 那家人也說有人開門 但是都門鎖了 但是你感覺到有動力 是在開門的 是非常之害怕 是每晚都飆了冷行 我開冷氣分 但是慢慢都飆了冷行 還有不夠膽看著門口 我開始Youtube的原因 其實是有一天看到一個Youtuber拍靈探 他是一個人拍的 但是他不是全職拍靈探 然後我就覺得挺好玩 我都喜歡靈異題材 這個題材在香港做一定飽 所以就去了拍 私下玩一下 我其實都很害怕的 就算現在都很害怕 只不過是因為你要做 你就要去 你怕都沒辦法 還有我覺得靈探要怕才好玩 你刺激才有那個樂趣 可以接觸一些未知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世界的能量 或者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很神秘的 我想探索另外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今天會挑戰奴隸七月禁忌 其實我也害怕 首先我是害怕的 因為為什麼呢 禁忌的片 其中裡面有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墳場 其實那個墳場 我都很確實看到一個靈體 所以我就有一點點陰影 我回去每次都會想 我會不會見到這個女士呢 就是我上次是看到一個女士 在那裡走上去 在凌晨的時間 白色衣服 好像飄過一樣 有很多人說禁忌 其實是 就是不要試會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是那種覺得 我試給你看 就是我親身認證到底 是不是真的會發生什麼特別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但我覺得其實還不夠盡的 因為禁忌裡面有一個位置 其實我又不是很想得失大家 就是叫做找個取捨 因為我吃一個蘋果 其實那個蘋果我買 那我拜祭過而已 那也不是很盡的 其實我應該要吃別人拜祭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籌備 下次要禁忌 不如吃街邊別人拜祭的東西 那最主要就是測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 說不做得會怎樣 那些人說 又說什麼 農曆七月不給這樣不給那樣 我一次過做完 看看會不會馬上死 那還沒死 我最近都在紋身一些新的想法 就想著 我覺得香港拍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會不會在外國 或者那些比較鄉村地方 會還有這些東西 就是冥婚 就是我看有些人說冥婚 有些國家會直接 他的屍體都會在那裡 就是擺在那裡 會不會可以拍到現場 真的有兩個離世了先人的遺體 在冥婚 打山莊其實我也想試一下 這個都市傳說來不一定是真的 打山莊就是以前那些建築 就說是保佑這個工程 或是一條橋 或是建築物 那他們就捉一些活人 就是一些小朋友 就綁住一條柱 就綁住他做的地基 然後就埋了他 那就是一個打山莊 那其實全民香港的地方 就是以前有打山莊 那我就想過 會不會不如去看一下那條柱 下面是否真的有些 為體 謝謝 你好 請問現在現場 有沒有靈界朋友 在看我們拍攝呢 有還是沒有 在看我們拍攝呢 你在這裡嗎 大隻 對 聽不太清楚 你在那裡嗎 在那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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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哪個方向 前後左右在哪裏 他有些電台,剛才有一把男人聲音,但聽不到他 可能要聽回來,我聽不到他 有些是電台,但未必分到他真的不是有人說話 有些收不到電台的地方,如果有聲音就很奇怪 但這裏都有電台,都可以解釋